曾經臺林環保宿舟交通部長 及外交部長的檢佑心 現在中拼環境影響 省委員努力的支援 首位來到既美病院 剛才跟大家分享 企業變成對醫療體系調整和機會 也共同遷使醫療影響發展倡議書 肯定既美醫療體系 對環保、對臺灣影響行動的貢獻 現在我們對社會的要求還是不夠的意願 這個要求不是我們要求 是國際性全面的要求 所以我們同時在思考未來的做法 也就是為什麼我們要簽這個 倡議書的目的ESG 既然不只是企業在講ESG 大學在講ESG 國家在講ESG 醫院在講這個目的 所以我在這裡非常的高興 也非常的榮幸 也跟貴倫都來簽 尤其是親民醫院 對我們講是一個指標性的一個醫院 以關懷專壓 好樂為核心 給大家的機密醫療體系 剛才是守候民眾健康的效盾 在環境保護上面 經全國收藏 可以嚴重的電子醫療收固定定 那為這年檢討盡一份信領 整個醫療體系呢 現在一共有2532萬 那這個是目前是平嘉南地區最大的醫療體系 所以我們我們的努力 我們在堅能減碳有巨盡方面的努力 我想我們也會發揮很大的社會的影響力 想讓貴倫醫療 正是汽修用劫團 各效率的主管 來認證企業變成的開始 協能減碳救地球 其美擁抱你的生活 等待新聞 觀集 蔡宏報等 謝謝 我也要 成為摻 高達 霍宏報等